大剑 真要走啊 你是像我呢还是像我呢 咋想咋想 哎呀 你说 那几个老娘们都唱完了把戏 你再唱一遍还有意思吗 才不跟他妹一样 那咋样 那从今往后 你管我叫媳妇 儿子管你叫爹 我白跟你说话 滚一边去 我啥还装 一会儿还得掏出来 多麻烦 真走啊 不是真走还是假走啊 啥时候跟你说过假话呀 你在家把孩子 还有爹妈照顾好啊 再见了啊 那慢走不送 一路先访啊 谢谢啊 吵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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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电话响吗 接电话去 喂 喂 哎 马良 以前在家呢 让他接电话 找你的 谁啊 我说啊 这王红烟跟我俩生气 临包走了 走 上哪去啊 说是要进城打工去 你赶紧帮我分析一下 你说他能不能是真走啊 这还要问我吗 我不是刚给你做了吃饭吗 我跟你说这女人就不能惯 你知道吧 你惯的就不成样 他能上哪去啊 也就跟我们家马灵一样 走一下就回来了 行了 我还吃饭呢 哎 你能不能不给人出那搜播主意啊 啥叫搜播主意 这叫偏方 还是搜播主意 懂啥呢 狗屁 老娘们是不能惯 王红烟就是让我给惯坏了 我就不追 看你那任性都啥时候 看你那任性都啥时候 他真不愿意拿着 他真不愿意拿着 哎 主意嫂子 这干啥去啊 大包小伙子呢 出去打工 打工 笑啥呀 咋的就信你们男的出去 我们女的就不能出去了 哈哈 没有 你呀 是我在咱们村 第二个听说要出去打工的女的 第一个谁啊 我媳妇啊 朱明英啊 她也去了 去啥呀 说着呗 这不还得搁家给我看孩子吗 长相真是是 我以为她真走了呢 嫂子 要我说呀 就别去了 这进城打工吧 根本就不是你们女人干的活 你这待两天后回来了 这不像你笑话吗 行 走了 嫂子 哎 哎 我说啊 这情况不太妙啊 这王国家好像真要走 你打脸那么小呢 我告诉你 她都上车的都得下来 你就那些在家等着吧 你拉倒吧 万一她要真走了呢 不行我就把它整回来得了 你追 那不是认为你怕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在她跟前 你更应激不起来了 那行吧 我是真怕她真走了 要不这样吧 那个 你在家等着 你先藏起来 千万别让那毛红燕看着啊 让我加马铃去把她接回来 行不行 好了 咋的呢 我先走了 要不你到车站把她接回来啊 劝劝她 告诉她别闹了 我不去 哎 不是 怎么的 我让你去你就去得了 哪那么多废话呢 我不去 让李大可去呗 你去 你把她那个头脑都带上 好好劝劝她 刚才别闹了 听见没 她能觉得感受她就回来了 我去她就能回来了 你说得那么好你去呗 不怎么呢 我还管不了你是不是 我 你去去去去 去 一天就知道芝是我 这是 这 这是你咱们得支持你 啊 老老儿子 爸爸 玩啥呢 人家 玩水枪呢 哎呀天哪 咱们出去找小朋友玩呢 来 来 来 让爸爸亲一口 干啥呢 你脸抽筋你笑啥呢 啊 没有 刚才呀 我在村口 看见王洪彦了 我看他们大包小果的 好像说是进城打工去 怎么的呀 不是 我不合计吗 你不总想着 要上城里去打工吗 要不然 你们俩组个队 一块去呗 高当你啥意思 你以为我不敢去是咋的 没有 我一直以为你敢 你啥不敢呢 上天入地 你啥都行啊 儿子 儿子 来 亲好了 亲好了啊 亲好了 以后你带啊 不是 你还真要去啊 去 二姐 家儿啊 你咋来了 爹 你干啥就是 真走啊 那啥真走假走的 那可不真走吗 你说 那我们几个来劝你回家的 那是劝还是不劝呢 劝啥呀 别劝了我都决定了 啥别劝了 燕儿 你自己往哪走啊 你这可和我们几个在你家待着不一样 这到时候大可不让你回来 你在城里待不下去了想回来 你说你多难看哪 难看啥呀 我就是出去看看 看看为啥他们男的能找到工作挣到钱 咱女的就不行了 那有啥难看的呀 那 那你这一走 你家大可不麻爪了 麻爪啥呀 过日子谁不会呀 再说了 我了解我们家大可 过一段时间呀 她就适应了 哎呀 不行啊 你自己不行 那有啥不行啊 我又不是啥黄花大闺女了 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们几个回去他们没拿为你们吧 干啥呀 这一个个都这样了 王以前总对我指手画脚的 让我做饭伺候他 根本就不拿我当回事 哎呀呀呀呀 你说你这哪到哪呀 文 文量更狠 在家百七公九呢 你别胡贵 那李分格不也是吗 公俩沃喊叫的 气死我 我看这日子是没法过的 要不行 我给你取得了 哎我跟你说啊 你别给我玩冲动啊 你之前跟我走的话 你回家跟人家商量好了 完了到时候去找我 咱好好干 让他们啥也说不出来 能吗 啥不能呢 能 走吧 你走吧 爹 走走走 你这 这干啥去呀这 你儿子嫌我不能挣钱 老挤兑我 我进城打工去 这 那 那孩子咋办呢这 让他爹看着呗 不是 爹 爹 你还戏皮笑脸呢 快追一下呢 慢走啊 欢迎夏子光临 走看啥呀毛 他呀出去转一下就回来了 要是不回来呢 你 你还不相信我这点魅力吗 哎呀 哎呀 快快快往哪儿来呢 张手呢 张手呢 妈妈再见 再见 娘 咱们出去能行吗 有啥不行啊 咱比那些人缺胳膊少腿 还是缺想法啊 我看缺的就是身上那股劲 我在家也实在受够了 我决定了 我跟你去 我也想去 不是我就帮不下孩子了 你说你都想去 你还想那么些干啥呀 要么就在家受气了 我干啥在家受气 那你俩去我就去 门工子呢 你别跟他一家 说你呢 我去也行不去也行 我 我 我就怕往以前不让呢 你当你家往以前 把你当像宝贝吗 丑了你当 你在外边住一宿 他连找都没找你 不知道咋个事啊 你不太打算你当着去 可也是啊 出去闯闯也行 你说我连给我爹 买个DVD的钱 都拿不出来 你说我在家待着有事啊 这啥用啊 亚儿啊 要不行你也把我带着吧 咱们四个在一起 还有个照应 不行 我听了 你们这个全是意识成动 根本不是什么真想法 说白了吧 就是为了要面子 你们还是回去好好想想 你就把心放肚里 除事我都让 不用想了 我决定了 你上哪儿 我上哪儿 你上哪儿 我上哪儿 我也是 真决定了 那好啊 从今天开始 一旦进城了 咱代表的可就不是咱个人 是整个凤凰村的全体妇女 无论遇到啥困难 咱心往一块儿想 劲往一块儿使 谁也不准给我打退堂鼓 对 不打退堂鼓 不退 买点啤酒呗 一会儿给我送几瓶 那行 好 一会儿就去啊 几几去吧 啤酒呗 今天我们家里有 明天你买啊 行行行 要不然再去王务院 他们家看看去 看他走没走 看什么 刚回了吗 你看看他走了没有 瞧不瞧 咱们要这么劳累 你说啊 这种子就我自己在这儿推 你也不管啊 啥意思我还得帮你推啊 我身子这么弱 我能干这些重活吗 让你去一趟怎么了 挺老大个子 锻炼锻炼怕什么的 这不挣钱的事吗 快去 也不知道谈几个 能不能把我媳妇劝我了 指定能 能啥呀 你们比我还了解我媳妇啊 你不相信啊 不想你咋赌一把 赌呗 赌啥 正好我那青红酒 那钱还没解呢 王后院如果回来的话 这单你给我买了行吗 那他要不回来呢 不回来我跟你买青红酒呗 几千车 他不回来我还请你咋呢 红伯 干什么玩意儿 什么又打赌又喝酒 咋的了这是 那个主任我跟你说 我们这帮人可有素质的人 绝对不能干的没文化的事 这不是王后院闹事 让人搁几个心 给大哥宽宽欣欣 做做心理疏导工作 有素质的人 给人做疏导工作的 你别把这哥几个疏导 都跟你似的 那村可就热闹了 真是 王后院咋的了 这不是赶时髦 非要到城里打工去 那个完了还怎么 还给自己找个借口 说怎么 不要我们男人受累 这不扯淡吗你说 女人又是贪神 你们这几个山炮 不走那都怪了 王后院真走了 还没呢 现在在村口车站那等车呢 那你们啥呀 快点把他追回来去 你说 你们这几个犊子玩 非要把家整散了 是不是 爷们我怎么听 那话这么刺儿呢 谁犊子 你们就都是个犊子 就你 不出好道 你就是个犊子 我怎么不出好道 我还 是什么话 大哥 你去不去啊 是啊 洪叔 你说我是追呢 还是不追呢 你应该玩以前学吧 不是 洪叔 洪叔 你干啥去 你干啥去 哎 明英 那是干啥去 我合计跟你一块打工去呢 哎 咱几个一起走呗 你 你也去啊 那你家那俩孩子咋整啊 哎呀 让他奶看着呗 没我还不行了咋的 更狠 那高灯在家天天老刺儿的我 我不去干啥呀 行了 咱这队伍啊 越来越壮大了 我跟你说怎么脑子进水了 哎 有好多人去了 你怕啥呀 我就不信他不回来 真能回来啊 指定能回来 他真回来 我立马去给你结账 就这么定了 哎 你那啥啊 对我俩就好 啥 行啊 瞧你俩 多大个事啊 那掉了 掉了 这是谁 他在这儿呢 没事 行 行 没回来吧 没呢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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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老板神道呢 喂 叉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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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说啊 那什么他们没回来 到底回不回来呀 我哪知道啊 不过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呢 叫你干啥去了 啥啥都不知道 你抽准上了 喂 红书 红书 你在老躲着我呀 你躲我干啥呀 红燕啊 我觉得你当这个妇女主任呢 这件事办你太好了 主任你吃什么 太好了 好了 好了 我跟你说啊 正确的事 你红书我 必须答应 对 是不是 女人嘛 就得有个女人的样 是不是 设家便宜的 到外边去 那哪像个女人呢 是不是 回来就对了 小两口嘛 我挑水来你交园 多好啊小日子 不是 红书 你是不是听茶匹了 你烦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走了 我还是要走的 而且我带着 他们大家伙一块走呢 对 怎么还还走呢 那可不啊 我们这几个人是准备回去先办点事 完还走呢 那正好在这碰着你了 那个跟你道个别呗 你说你们啊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那样吧 咱们回去 我一会儿呢 把你们家里这些老爷们叫得一块 我好会收拾收拾他们 红燕子什么 你这个辞职报告 我现在就撕了 红书 你干啥呀 你别撕 你用啥方法也留不住我 红燕子 我发现你太将了 你就将吧 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你等你撞了南墙 你啥你都后悔了 知道不 你过来 我给你俩单独谈 干啥呀 红书 别单独谈了 看现在这形势啊 没有谈的必要了 反正我是肯定要出去了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给咱凤凰村丢脸 也不会给您丢脸的 我哪有脸呢 你们这一走了 我更没脸了 红书 咱呀 回来了没有啊 回来了 方便还泡汤了吗 都回来了 你还打电话告诉我干啥呀 你回来跟我说一声 不是就完了吗 浪费电话费 不是 你不是说的吗 是不是有情况 马上跟你说呀 我怎么做都不对呀 你说他们几个能够想啥法对付的 反正咱都决定走了 他爱想啥招想啥招呗 还能咋的呀 我怕 我还是一点 你怕啥呀 你刚才咋得要决心呢 我看你这是家门口怕的 别怕 你回来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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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咋呀 我说的没错吧 毕叔 还真让你蒙正了 来 我说咱几个 是不是得找个地方去整口小酒的呀 撸串子去 撸串子去 撸串子 我不赶紧撸不撸串子啊 先把账解了 完了再说话 对不对 账 账 账 赶紧的 账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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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媳妇你回家等我一会儿 马上就回来啊 哎 嫂子有事儿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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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我去 平常让站着不敢坐着 我跟你讲就怕扎堆 一扎堆肯定坏事 胆也大了 我等着他跪着求我吧 完了 这大可哥也让这帮臭老爷们都带坏了 你嘚瑟吧 早晚嘚瑟到萝卜干锅里 让他自个儿见自个儿 被烤干了 爸 你买真多酒干啥 喝呗 你妈回来了爸高兴 喝点酒庆庆庆庆庆 我妈最烦喝酒 你温饭喝多了 又把我妈给气走了 事儿 爸心里有数 二大 等待会儿爸喝得差不多了 你也吃饱了 你去上外边玩去呗 行吗 你放心 有爸呢 你妈哪儿都去不了 你不是喜欢听王以前的指挥吗 你都听吗 他是个啥呀我听他的 我要听我也听你的话呀 你不用听我的 走这个事啊 不用删着呢 这就对了呗 这就对了呗 本来就是嘛 老瞎商的啥呀 咱商的也是商量咋把日子过好 对不对 你懂不懂 过一段时间啊 我心思咱们再揽着活的时候 等再挣一笔钱 我就带着你们娘俩 咱上南方溜达一圈去 行 这事就这么定了 太好了媳妇 咱俩碰一个 但是 必须是拿着我挣的钱 带着你们爷俩去溜达 你啥意思还是要走啊 那你要是还有气的话 你打也行骂也行 你别老说气话行不行 谁跟你说气话了 没跟你说气话 我今儿回来呀 就是跟爸妈道个别 我们姐姐都说好了 明天谁也不准反悔 真的咋的 谁跟你说假的 爸妈 你好好吃饭 吃完饭你就作业啊 妈去你爷爷奶奶那一趟啊 嗯 爸 别喝了 你也跟我妈一块去呗 傻儿子 去啥去啊 你看看你妈的架势 这把这冻真嗝嘴了 我感觉是真的 你稍喝点吧 你说让你办点事怎么这么费劲呢 到脸打电话打了好几个 浪费那么多电话费 你去你去去 去洪洪人那问问去 去什么去啊 我不去要去你去啊 你为啥不去啊 洪主人是啥呀 老虎啊 能吃了你啊 不是 不是沙沙 你说那玩儿说 我去干什么呢我去啊 我就问了 知道是有事啊 就问王洪燕走不走 知道是问事了 不知道以为我和王洪燕有一腿呢 你跟王洪燕有一腿啊 我什么我就有一腿啊 不是你刚才说的 你跟王洪燕有一腿啊 现在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了 山山听我说啊 就是他早和不早 对咱们这店里 这生意没什么影响 你知道不 就天天在家怎么呢 咱这东西多卖了 他不在家咱少卖了 你也不去啊 你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嘛 我好知道咱们到底 能赚多少钱呗 你要去什么呀 不去 不 我现在还知昏不动你了 是不是 你去不去啊 去不去啊 咋生气了 干啥啊 山山 你现在跟他起音 你问刘美华 你这两天跟王洪燕混的 是有点成果啊 那早前我在所里的时候 我那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就像这 擦桌刷完洗筷子活 你也从来没让我杠过来 自从我离开警队 哎 我得承认 我这社会地位是有点变化 可这刷完洗筷子活 我也没杠过来 从以上几点来看呢 你是在跟我俩找茬呢 我给你找啥茬了 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那从厂里挣两钱回来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家里油瓶子倒了 你都不服一下 咋的呀 啥活都得我干呢 谁规定呢 我看我这前脚走 你后脚不给我家 造成垃圾站呢 走 你要啥走 你跟王红燕起啥混啊 不是我埋下去 她就是咱这小村里的一个妇女主任 井里的好 她能看着多大个天呢 她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里 她蹦她蹦她 她腰会腰会 她搞死 没跟她张过 能真进城里 她是个啥呀 那你是啥呀 你有啥资格说人的呀 我是啥 我是咱家的手 手啥手 以我多年罢了你的经验 王红燕是不好使的 你跟王红燕在一起混的 你也不好使的 你俩没好果子 你知道不 不 早些我在所里 哎 那能人我不见大了去了 到时候真整不明白犯了法 照样收拾 那手套子 咔啪呀就给你带 我不像 你像谁呢 嗯 啊 你别一口一个所里 一口一个所里的 你自己在所里干啥呢 你不知道啊 啊 你个臭邪警 你跟我装什么装 我跟王红燕 我们混成啥样 我又找你管 臭毛 刷你碗得了 喂 大可啊 咋样 王红燕回来老是没 老是啥呀老是 这饭都没吃完 就上我爸妈家去了 我告诉你 就这个坚持 必须的 就是坚持则包 那好了啊 哎 扒了谁呢 你说你给人出啥搜主意 啥要是坚持啊 我告诉你 就让李大可坚持吧 有的好受的 你等会儿走走走 你给我说惊了 你几个拉帮结伙的 哎 真要走啊 咋的 你还不信呢 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 要不以后 没你好人过 不过就不过 哎 烦人你 我就是个平凡的人 到底咋个事儿 我决定了 我要跟王红燕 那么一块儿打工去 你要跟王红燕 一块儿打工去 你炮我呢你 你爱信不信 不光我去呢 我们那帮姐妹一块儿去呢 你叫初衣吧 你叫初衣吧 干啥 看看呗 你还按就知道 你个小孩牙子 你懂个屁啊你 去通话写堆 别的 王红燕啊 是不是跟大可 闹别扭了 那为啥还非得往城里跑 这一个人出门在外啊 多难哪 这古语说得好啊 钱难挣 使难吃啊 王八不是好当的啊 撒尿教人家枪根 羊脸跟人家说话 这事儿啊 都不容易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就是在外头天天吃肉 也不如在家喝溪粥啊 老婆孩子啊 热炕头 舒服 这事儿啊 你可得想好了 啊 爸 我想好了 我出去不是因为跟大可闹别扭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就是想出去看看 你说我们现在是正当年 又不像你们年龄大了 出去不方便 这么好的时候不出去闯荡闯荡 那活着一辈子多亏啊 是不 想看哪 就过去看看 看够了再回来 何苦要到城里去打工 我 你 红月呢 听妈的话 咱不去 啊 要是大可 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好 你直接跟妈说 妈去打他去骂他 啊 妈 妈 不是因为大可 是我自己想出去 我想干点事儿 妈 我这出去了吧 就不能像以前那样 经常过来照顾你和我爸了 你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想吃啥 想喝啥 就跟大可说 让大可去买 好 还有就是孩子 小萌 我最不放心了 她太小了 妈 还麻烦爸和妈 你们多帮我照顾着点 这可是大事儿 你可得想好了 妈 我想好了 你放心吧 好 妈 你看 我给你帮我爸来约 买了一袋奶粉 是低糖的 不用了 孩子 只要你有这份心哪 我就吃足了 爸 你别难受 我在城里边肯定好好干 等我挣大钱了 给你们买好多东西 用车往回拉 出门在外 好好照顾自个儿 喂 老大 你家马铃有啥异常情况没有 没有啊 不不 住在那洗衣衣服的吗 我告诉你啊 我家刘美华说了 王洪彦 李珍 还有著名鹰子 他们明天就要走 你家马铃他一点情况都没有了 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盯紧了 不能小事这事儿 那个 李峰格说的事是真的啊 真的 你都知道了 我还想明天早上跟你说呢 那你知道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吧 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几个就走 往哪走啊 不会是村灯头走到村西头吧 不会 马铃我告诉你啊 你要想好呢 就在家好好过日子 听没有 老实呆着啊 你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我可告诉你 以后这个家门你别说你 我不让你进来 你知道吗 你说我干啥呀 说话呀 不想说 不想说想怎么的呢 走 走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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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哎呀有 我 你咋的了 肚子不太体质呢 那 上厕所蹲一会儿去吧 嗯 好像又没了 没了你就稳当 坐一会儿 好像又有了 不管有没有 你赶快上厕所蹲一会儿去吧 我真的去的 主任 是我 丽莎 给你说点事 主任 你干啥呀你 我给你先听话 你等我一会儿不行吗 你干啥 我就说一句话 你一句话你也等我一会儿 等啥呀 不是 主任 你这人咋这样婶的呢 你说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你快说吧 不是 你招啥急呀 你看 你作为父母官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你就让我等 那是不是要见你 以后还得提前预约呀 你快说吧 到底要说啥 我就说一句话 什么一句话我也不听你 我这叫 你倒你要上厕所 上厕所招啥急 我先就问你一句话 啥话 你快点问呐 主任 那个什么 你快点行不行 行行行 那个主任 我就是想问你 那个王虹燕 你快点怎么的 王虹燕 王虹燕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 那脚掌他腿上我哪知他走不走啊 要走是他的事 你问我干啥呀 不是 那你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问你一句 你咋就不能跟我说呢 我上完厕所再说不行吗 我求你 我求我 你求我 我还求你 行不行 你俩这样干啥呢 我上厕所他不让 哎呀 丁丽啥呀 那我老头子上厕所 你咋还不让呢 哎呀 啥啊 我就问洪主任一句话 可他就是不说 我不行 我就不行 你也吃点 他不说 我就 你问你啥你就说呗 说了我咋的呀 我就不说 你不说我就不能让你走 你咋的了 老洪你咋的了 洪主任 老洪你这是咋的了 咋呢 你怎么哭了呢 丢死人了 丁丽啥 我跟你没完 哎呀 你怎么来了 丁丽啥 你也太不像话了 你趁人家上个厕所 你也不让人家安生 不是 你别生气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洪主任跟我俩装了 谁想到真拉了呢 想来啥也别说了 哎呀 谁想到洪主任 真拉了呢 哎呀 洪主任 都坏了 不走吧 大可 就差泥人了 这都等着你呢 咱赶紧去伤了伤了 怎么对付他们呀 哎呀 啥好伤呢 这不快成事实的玩意呢 还杀了个屁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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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呀 你拿着放 咋的啊 必须上个咱们对付 要不像这帮娘们 不害羁在咱们头上来 是吗 你问题是现在 你到底怎么对付他们 你这不是 这是啥呀 呦 嫂子 呃 我们说对付 这 对付吃两口 我们这是不是搁几个 合计的晚上 这走两口嘛 这老实硬彩没业子 浪费 对 是吧 是 对付吃两口 合订的 那你嫂子都回来了 我就不去了吧 大哥 你不去不好吧 对呀 不去不好 这都来了 你去吧 反正我们走了以后 你们还要天天在一块呢 那你都回来了 我还去啥去 那又啥不能去呀 去吧 好好商量商量 怎么把家里的事 都给整明白了 去 你看你一说话就带刺 那你这不就是 逼着我去呗 那我去 文亮走 嫂子走啊 妈 哎 嗯 哎 儿子 儿子 妈 你真要走不 妈是真要走 不过妈走啊 不是跟你爸之气 妈呢 就是有这么个想法 啥想法 这晚上非得要走啊 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去找找见识 好让我们小忙长大了 也出去闯一闯 是不 可是你走了 我咋办呢 还有你爸爸呢嘛 还有爷爷奶奶 再说了 妈又不是走了不回来了 妈肯定回来了 哭了啊 那我想你怎么办呢 妈 我能不能到城里去看你啊 肯定行 等妈在城里混好了 妈就回来接你啊 你在家听话 好好吃饭 好好做作业 好好睡觉 妈回来接你啊 好儿子 妈 这事儿现在是厨子拍屁股 彻底坏菜了 我看王红燕的架势啊 是不能回头了 把我们家的事儿都安排得妥妥了 哪来那股邪劲呢 那怎么就憋不过来啊 那以前我跟着我啊唠一嗓 我家马铃那溜溜的 指哪打哪 那现在怎么就 突然间就不好使了呢 我说啊 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你说这帮老娘们 都是王红燕这 半夜娘们撑着腰 不是谁半家娘们 说自己媳妇呢 你老拿别人说啥事儿啊 不 不是哥 我就一比喻 比喻啊 你别生气 拿自己媳妇比喻 这媳妇都起义了 还内哄啥呀 内哄啊 咱们的选办法 怎么去制裁她们 知道吧 我认为咱们这个隔队 得拧成一股绳 是吧 借往一块的屎 一把把这几个娘们 给它拽过来 知道吧 行了 咱就别跟着做到了 这让别人看着 还以为大半夜 咱们隔几个要 要投靠自信啥的 去去去 那上哪儿干啥去 我还是回家看看去吧 还能有点出息不 你还能有点出息不 咋的 这要真走了 我们哥尔巴 是不是得给你送 京都病院去 不是我怎么就不爱 听你说话呢 我拿自己媳妇当回事不行啊 我再我倒不行啊 非得跟自己媳妇俩装忽的 就是爷们呗 什么玩意你算是 我告诉你 就是你家王洪彦在背后支的招 要我家那死于眼睛刘美华 他能有这缸 我告诉你们几个 这个案子背后的主谋 就是你家王洪彦 不是你跟我俩装警察呢 吵了什么玩意 这大半夜 在你笑我吗 干什么玩意 眼睛没啥地 咱们就先先先 先给他挖吵了 丢人吗 你们不想磕上 我还想磕上呢 我跟你说 咱们现在应该怎么的 遇到事了 心批即可讲的道理是吧 你不能窝窝窝窝窝 操啥呀 来 这我请客 咱们哥就撸仔入串了 再去伤道伤道 对不对 谁是主要敌人都没分清 操什么玩意 跟这个乱七八糟 这个乌渣啥 你啥意思 我媳妇敌人呗 我就是这个比喻 知道不 行行行 你们比喻吧 我不跟你们扯了 不行吗 我回家了 来来来 来 我错了 行吗 错了 错了 行吗 我 我也错了 我也错了啊 千错万错都我错 行不行 我媳妇敗家 我真是干不过你们 一个个的 把人家整闹心了 完了再承认错过 你们都练过咋的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你知道吗 行 咱们 走快点 我请客 走走走 哎呀 这 你这 你这 我还带了 我这 你这 我还不想 对我 你这个 你这 你这 我还不想 我这